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政治道了 那麼今天臺灣本土病例確診增加兩百四 不過事情並不單純 非常不單純 因為彰化就自己宣布 他們有二十二個確診病例 跟中央公布的不一樣 換句話說 這個數字應該比中央公布可能更要嚴重 那麼今天我們要從他每個縣市所增加的確診來看 這樣到底有沒有擴大 大家憂慮的是什麼 那麼另外是高雄 這個人會醫院已經有醫護確診了 那這個高雄市長陳其邁正在清零 亞東醫院這個也有一個人死亡 兩個醫護確診 然後這個郵局也有人確診 而且去阿公店刷拖 而且不只這個一群有兩群 現在也有發燒了 所以到底這個疫情會不會更加的擴散 而無法收拾 今天我們要來討論 最重要的是萬華 萬華這個今天有人檢舉說 其實有四百到五百位 他們用看護之名進來 但是都在做性交易 但是現在都走到中南部 如果這樣中南部就失去了 零然後這個說在萬華那裡 還有這個外籍的女生 還在拉客 而且為了便宜 他們四個人擠在一間小套房裡面 那這也就是新北市長 胡友宜說 要做第四級的準備 而且要蓋方艙醫院 那麼全國這個感染學會的理事長 王任賢說 那是有到一千兩百個人確診 那台灣的醫療就崩潰了 那會不會那麼嚴重 今天我們要來討論 這個教育部今天宣布 全國開始停課 那這個事情到底 他們看到了什麼事情 有這麼嚴重 那台灣因為買不到疫苗 美國宣布兩千萬劑 要這個給其他國家 據說台灣很有希望 那另外是香港政府 今天突然宣布 關閉在台經濟文化辦事處 而且他說非關疫情 那到底是什麼事情 香港要把這個等同在台灣的大使館關掉 今天我們要來討論 那麼還有台電 為什麼一個禮拜不到再度停電 金雄到底是什麼 那我們今天邀請到了來賓 那麼第一位是民進黨的立委 莊瑞雄 莊委員 黃祐 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政治學教授 范士平 范老師 黃祐哥好 大家好 以及資深的媒體人黃創夏 黃祐好 大家好 感染症的專科醫師 黃崇林 黃醫師 大家好 大家好 那麼另外邀請到的是 國民黨新北市的市議員 葉源志 黃恩哥好 大家好 以及這個我們國家衛生研究院 感染疫苗 疫苗所的研究員 周彥宏 這個周先生 主持人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那待會兒這個醫生林靜宜 林醫師還有中華亞太精英交流協會的秘書長 王智聖老師也會加入 來 我們來看 這是今天最新公佈的結果 那麼今天有兩百四十個本土病例 其中新北市一百零六個 臺北市一百零二個 那跟臺北財藝館有關八十八個 萬華區活動史有六十七個 然後另外是新北市一百零六個裡面 中華就減三十三個 那台北市一百空一百零二例裡面 萬華有四十八個最多 桃園今天也有十二例 彰化十例 可是彰化十例我特別加注 彰化自己宣布的是二十二例 那麼今天有兩例這個死亡 好 來 我們來看 彰化 從區分部來看 新北市有一百零六例 中華佔了三十三例最多 台北一百零二例 萬華佔了四十八例 桃園十二例 彰化十例 基隆市高雄市三例 新竹市雲林縣各一例 新增兩百四十例中 台北茶藝館相關八十八例 萬華區活動史的有六十七例 獅子會群聚兩例 競商團兩例 宜蘭遊藝場一例 群聚關係不明的有五十一例 疫調中的有二十九例 近日疫情報累積確診學生 也不少 大專院校有十六名 高中有四名 國中有六名 國小有七名 幼兒園有四名 總共是三十七名 要保存醫療量能 指揮中心呼籲 輕症者先不要到醫學中心 要團結抗體 三百二十名 耳鼻喉科醫師投入社區篩檢 輕症的可以到我們的社區篩檢站 我們有一個醫師 他們是自願的投入 這篩檢站並不是一種補篩 沒有事情就不需要到那邊篩 你比如說你有可能有接觸時 那你可能有什麼樣的懷疑 或者就是說你有一些相關的症狀 指揮中心也提醒快篩陰性 不代表沒染病要注意健康狀況 症狀有變 喘或呼吸困難 都要提高警覺 對抗病毒 不能答應 從五月十一號開始 五月十一號開始 當天有七例 五月十二十七 五月十三 這一個十三例 五月十四二十九例 五月十五一百八十 五月十六兩百零六 五月十七三百三十三 到今天是兩百四十 有一個轉折下來 那我先請教一下黃醫師 你看這個事情是一個 你的感受這個人數有什麼 你會覺得是已經有趨緩嗎 我的感受是第一個 很多人現在在看這個記者會的時候 都特別耳朵打開 看看有沒有確診的個案 在自己所居住的縣市 請大家不要再做這件事了 全台灣都是有可能的疫區 所以即便今天爆出來 沒有你的縣市 或者如同我們剛剛看到 彰化可能他在地方 已經有二十幾例 但是中央報十幾例 其實這兩個數字 對住在彰化人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每一個人都應該在這個時候 是把自己當作自主健康管理的個案 本來就應該減少社交 不會說因為今天你的縣市沒有個案 你就可以出去跟人家稍微喝個酒打個牌 是不可以的 這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這些單一天的確診的人數 其實我們很難去判斷 他的整個成長的幅度 可能跟採檢的人數 採檢的區塊 還有上報的時間 就是在中央登陸的時間差 都有一些關係 所以我並不會覺得說今天人數下降 我們就好像先贏了第一場戰爭 完全沒有 我覺得這都還在增加當中 那我跟大家講一個 我自己心中覺得可能是好的事情是 我們都知道現在這次病毒 應該就是英國的變種病毒 英國變種病毒傳播力強 它的特色不是說今天一個病人 噴出來的病毒量多 他比較有的特色是 他可以從第三天之後 那個一直測到病毒 一直測測測測 測到他可能生病到第十一十二天 都還測得到 所以意思是往好方向想 就是只要現在去篩檢 篩到的人的機率會特別高 你就很容易跟身邊的人 就知道說我碰到接觸者 這是好 當然缺點就是他這麼長時間 都可以帶著病毒 他傳染的人的這個機率就會增加 所以我想現在篩檢的數字 雖然看起來暴增 但我希望還是盡量 如果今天這個數字上面 我們大家看到有變動上上下下 我們不要太驚慌 做好自己該做的事情 那你是感染專科醫師 有沒有數字什麼事情 讓你看來特別憂慮的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到頂點 大家如果每一個人都洗好手 戴口罩不群聚的話 也許這個頂點一週左右就可以到達 可是之後的那個尾盤 我覺得反而是我所憂慮的 因為它往下掉的時候 會掉到一個讓大家很開心的數字 比如說假設 也許兩週後我們就說 我們只剩下三例 兩例 大家好高興對不對 可是其實那個一兩例 兩三例 其實那就是我們最後要完全收尾 有一點困難的 大家如果那個時候鬆懈 很容易那兩三例又會變四十五例要上去 所以我想今天不管看到本土案路幾例 是一百也好 兩百也好 四百也好 其實對個人而言 我們該做的事情 應該都是一模一樣的 好 那麼這個亞東醫院 現在有一位確診已經死亡了 那麼亞東醫院有醫護 兩名醫護也被感染確診了 那現在大家開始擔心醫院的狀況 會不會這個院內的感染 甚至於到封院 那麼亞東今天的狀況 也有人跟月圓支援議員來這個陳情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VCR 戶外篩檢站依舊忙碌 板橋亞東醫院院內風暴 從原本一傳八 轉眼間變成一傳十 病患看護醫護都有人染疫 如今還有人死亡 亞東醫院院內群聚再擴大 再增兩名醫護二採羊 而原本的狀人確診當中 其中還有抿住在八滴病房的老先生 他在五月十七號時不幸身亡 死亡個案是案二零九五八十六歲老翁 亞東醫院開出的死亡證明 其中一來直接引起死亡的原因 並且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另外先行原因 則是特發性肺纖維化 但突如其來的惡耗 讓家屬悲痛又氣憤 已經幾乎講說可以出院了 要到最後的時候 竟然是抱著一部病人的死體出來 死者因為肺纖維化 四月二十六號由照護中心送亞東住院 經過兩個多禮拜治療 醫生說近期就能出院 沒想到卻在五月十六號二採羊 而五月十七號才剛送負壓隔離病房 結果不到半天時間就宣佈死亡 家屬認為是醫院管控沒做好 要出院之前的時候 你竟然讓他趕緊的時候 然後讓他走 他等於是說是你們亞東的時候 電機一趕緊的時候 低格西等等 可是你們竟然用這種地歐的時候 來躺下來我 老翁會被傳染 因為住的八地病房十六之二 就在曾去過萬華茶藝館 指標個案案1375的隔壁 雖然同病房不同室中間還隔一道牆 但案1375會在走廊走動 家屬指控就是因為沒做好完全防護 才不會導致多人接連染疫 亞東醫院回應 死者本身有高血壓 糖尿病被纖維化等多重疾病 病情複雜加上年紀大 才會在確診後情況更嚴重 如今亞東院內11人染疫 1人死亡也嚴重打擊 醫護士氣 好 那麼我先請教一下 袁志兄 今天這個死者的家屬 是怎麼跟你陳情的 昨天晚上的時候 他傳訊息給我了 後來我也有打電話給他了解狀況 他是這樣子 就是說他的 因為陳情跟我陳情是他的孫女 他說他的阿公是在昨天 其實在昨天下午兩點的時候 就已經往生了 然後立刻就火化 按照傳染病防治法 然後他當然是非常的難過 那他覺得說院方一開始都沒有講實話 因為他們是住在八滴區 那個八滴區在幾天前就已經封閉了 那他們也都不了解實際狀況到底是怎麼樣 然後知道確診之後沒多久就往生了 所以一時之間是很難接受 然後另外就是他們也覺得說院方都沒有 剛剛講的都沒有告知 然後他們覺得因為傳染給他的人是在十五之二 是在他們隔壁的房間 那他的公司住十六之二 那明明就是不同的房間 為什麼會被傳染到 他們覺得很奇怪 就是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的院內的感染 那同時就是我覺得院方可能也要解釋清楚 到底他知道這一名染疫者 到底是什麼時候確診的 那確診之後 到底有沒有立刻去送送到隔離病房 因為他們質疑說 如果知道這個事情 知道他是他是新冠肺炎的話 那是不是應該立刻要送隔離 又不要讓他在那個八滴區 繼續的傳播病 那個這樣的病毒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他們家屬希望院方 可以交代清楚的部分 原諸說亞東醫院應該交代這一位 這個原始的這個感染者 這是亞東醫院的副院長邱冠明 他證實院內有一名病患是在五月十號住院 十二號發燒 原本並不知道他有相關接觸史 因為他有去萬華 然後後來在五月十三才得知他有去萬華熱區 請大家看萬華熱區施加引號 他說由於這幾天採檢的量有點大 最後在五月十四 也就是禮拜五那一天三更半月他才確診 並且有重症的情況 立即把他送進負壓隔離病房 進行插管治療 然後由於醫院內並非一人一室 病患又大多有家屬或看護陪同 彼此間會走動 甚至串門子 導致出現院內傳播鏈感染的狀況 亞東醫院說 說死者本身有高血壓有糖尿病 有慢性腎臟病有胃潰瘍 肺阻塞以肺纖維化病死 並且固定服藥 而且他身上有氣切的管弱 鼻胃管與尿管長期使用 病患長期臥床有多重疾病 那家屬也同意簽不急就同意書 而且當初因為肺炎病發肺纖維化急性惡化 病有尿道感染 那麼這個意思就是說 他的這個狀況就很嚴重了 那本來他的家屬說 他這個去開刀後就可以出院了 那亞東醫院的意思好像也不一定是這樣子 那我先我我再請教一下這個彥宏兄 請教你 你覺得像亞東醫院這個情況嚴重嗎 其實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我們都知道 目前新冠肺炎病毒在感染裡面 尤其針對六十五歲以上的人 老年人再加上有慢性病死的 他本身的感受力 所謂感受力就是能夠感染 導致的一個重症的狀況 其實是比較嚴重的 所以這個地方當然我們不可否認 他的確已經被確診COVID-19感染 但是呢是不是造成死亡的原因 我相信這個其實是一個加成性的 這些慢性病患本身的一個加成 尤其這個病毒本身就是攻擊呼吸道為主 這個呼吸道感染以後引起的所謂的發炎症狀 包含所謂的細胞激素的風暴 這些在在其實會加重 他現在目前包括他有所謂的肺阻塞 那個COPD的一個症狀 所以這種部分 其實他是另外一個加成因子 那以這種狀況來講 好但是因為這個病毒 因為他應該也是屬英國變種病毒 所以透過氣溶膠的一個傳播的話 導致有一個傳播鏈的產生 其實這個是可以預期的 因為目前美國CDC已經研究六公六英尺 就是一百八十三公分以內在十五分鐘的時候 在十五公尺增上十五公尺平方公尺的大小的區域裡面 十五分鐘之內就可以充滿這個病毒的一個揮發揮扇 在這個揮扇過程中 如果接觸者包含醫護人員 他即使戴了口罩 其實都有機會還是被穿透著 所以這個部分等於告訴我們說 空氣藉由裡面室內的空調 其實是有機會 因為在這個當下 他還並沒有轉到負壓病房 在那之前 所以這個機率的話 就變成是一個風險很大的 好 這個是亞東醫院 那麼我們再看 那亞東醫院當然有做出處置 全面清清潔消毒 那住院的病人擴大篩檢 而且這個取消現場掛號 暫停預約施打疫苗等很多 那麼我們現在再來看 因為高雄人會醫院 我們原本以為高雄其實蠻乾淨的 只有一個想不到 有一個人會醫院的行政人員 他也去萬華 結果現在已經傳染給他們的醫護人員了 來 我們再來看不需要 所有店家拉下鐵門環保局人員 展開消毒 因為確診人會醫院行政人員 譬如說自己5月13號 14號 連續兩天都來中華街夜市 這買包子 時間點就在中午 沒有進來 因為我是里長我最知道的 對 沒有確診的來我們的公共醫師 當地里長否認 但高雄市衛生局 做疫調也是一波三折 原因就出在 確診人會醫院行政人員身上 到另外一家診所就診 他並沒有向醫師告知他的 萬華旅遊史 明明5月8號當天還搭 舉光號轉成高鐵 到萬華茶室再到晚上10點 再搭北捷又搭高鐵 轉成自強號回到家 10號發病 拖到13號下午3點才去診所 卻隱匿萬華旅遊史 天天去上班 還到中華街夜市買包子 17號確診 許多行動都沒交代清楚 刻意的拒絕規避妨礙 疫調 是處理性來比6到30萬的罰款 剛剛在疫調裡面 有一些沒有呈現的一些時間點 自身在家裡的這個部分 事實到哪裡我們就會辦到哪裡 加上自己就在醫院上班 遭外界質疑 為何要到其他診所隱瞞擴大感染的風險 有台北或是萬華旅遊史的這些患者 基本上在疫調過程中 看得出來好像都有一些感覺 連做幾號測試都不清楚 疫調只能出動釣藥監視器這招 釐清部分足跡 但要在第一時間掌控疫情 當事人得夠坦白才是關鍵 如果個案有隱匿事實 高雄市衛生局不排除開罰 6到30萬 我們本來說 這個到新中廟力伊南 感覺上是一塊淨土 這個看起來好像也不是 這是一個六十幾歲的人會醫院的行政人員 結果他有去這個萬華 結果他要回到高雄的時候 他坐高鐵 高鐵刷了 他又坐台鐵回到風山 然後他這個五月十號出現症狀 事實上他已經感染了 才會出現症狀 這個五月十三他有去診所就醫 然後平常他有持續上班 五月十號到五月十三持續上班 然後到五月十七再度就醫後他確診 然後他也不說他有去萬華 這個也不說他有去萬華 這個也不說他有去萬華 你看事情有多嚴重 所以說你看這個人會醫院這位先生 他去萬華去哪裡 是不是也是去地點 不知道 不過很有可能有這個可能性 他可能他自己的防疫的意識比較低 所以就他可能去消費了 他就感染到了 但是造成是整個醫院整個的封院 對 所以這個醫院裡面有很多個例子 他是做打掃的 他可能是廚師 他可能是行政 對 那他可能在醫院都比較資源性質的工作 可是他如果感染到的話 那還是影響整個醫院 你去看這個萬華真的是這次病原的一個非常嚴重的地方 但是我覺得今天我們看到240 我本來以為 因為昨天333 我白講今天可能會破400 結果是下滑 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感到欣慰的事情 第一個事情 本來從上禮拜六 禮拜六是180例 大家嚇死了 因為禮拜五只有29 一下標準就80例 可是你看到從禮拜六 禮拜日到昨天 第一名都是哪裡 台北市 新北變成第二 今天改變了 今天新北取代台北市 表示台北市目前的他的危險性 或他的 台北市其實塞了可能比新北更多 可是他變成第二名 可是萬華目前的情況 是有稍微回穩 今天陳時中也有講 他說根據這個萬華這個快塞的陽性率 從百分之十一 現在已經降到七點九 然後陽性的絕對數 有兩百四十五人 降到九十五人 我們萬華其實是塞得很普遍 可是那個在下滑 另外你看 萬華當然今天還是全台北市最高的 可是萬華跟昨天來比 昨天是八十九例 今天降到四十八例 幾乎是腰斬一半了 萬華我們在清零 在清清清清 可是搞不好很多人還躲起來 沒有出來 但是現在就是要找那些躲起來的人 今天有很多人講說像一些中配 外配他不敢出來 他躲在那個小的房間裡面 不一定是配 是外籍 外籍人士 那這個東西我覺得移民署 就要下來去查了 因為他們可能都 而且要配合當地的里長 林長 甚至他們的一些業者 因為你現在不出來 這些人還是不定時炸彈 第二個你看到 新北現在變第一了 可是新北我們看到 過去幾天都是板橋 今天第一名不是板橋 中和 那我們知道板橋 因為跟萬華有很近的地緣關係 除了捷運站 隔一站之外 板橋跟萬華有四個大橋相連 因為有華江橋 華江橋過來就龍山市 這直接的 另外有萬板大橋 萬翠大橋 跟光復大橋 可是萬華跟中和 其實只有一座橋 就是華中橋 可是華中橋其實在萬華的南部 青年公園那邊 其實離龍山市遠遠了 但是為什麼現在中和變成第一名 我覺得是從板橋那邊移過來的 所以也就是說 目前本來的熱區 慢慢的 本來的 例如說板橋是熱區 萬華是熱區 他慢慢再往下盪 但是新的點出來了 那你看今天清出來是高雄 新竹市跟雲林 這昨天都沒有的 等於說他就擴散 變成在往外擴 可是擴散往外擴的情況 還好是他沒有暴增出來 例如說今天高雄三例 那我看陳其邁很快就 就針對這個醫院去做了 然後另外你看 宜蘭 本來我們本來是熱點 宜蘭今天沒有了 苗栗昨天還有 宜蘭今天也沒有了 所以我意思是說 當然會有一些零星的 因為人來人往 但是只要我們這個 編就是臺北市以外的地方 如果能夠 當然我們今天用來髒化 又出來了 那這個東西當然就變成說 這個中南部地區的擺盪淨土 現在有長豬苗出來了 那要趕快把這個苗給弄 給他壓下去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火苗要交襲了 對要把他交襲 這個火苗把他交襲 那如果比較嚴重 像彰化 那當然這個中央可能要下去協助 但是我覺得整個來看 今天新北跟台北的數量都明顯的下降 那可能剛剛 剛才我們這個醫師也講說 可能是篩選的問題 但是如果我們從整體來看的話 今天這個數字 或許大家可以稍微的深呼吸一下 覺得稍微舒緩一下 不會那麼緊張 這個是高雄今天陳其邁說弄清零計畫 接觸者採檢的結果 他第一圈醫院工作人員55個 住院病患39個 合計94個做做採檢 採檢有一個護理師 已經得到了確診了 那第二圈他又匡列二十七個人 有進出醫院的外包廠商 這二十七個現在在檢驗中 不代表沒事 那第三圈是從五月七號到現在 門診就醫的民眾一百二十七個人 還有陪病的家屬 五十五個人現在在追蹤當中 已經匡列要通知採檢 就是還沒有採檢 只是通知而已 那麼他也做出這個高雄 我覺得真的是不可以釣魚清心 高雄馬上進入三級警戒 這個五人家庭的聚會 那麼戶外十人以上全部禁止 電影院 掌檢場所 測區大學 K書中心 全部比照三級警戒到五月二十八 來 川雄要補充 今天的狀況是說 當然會給大家有點壓力 雙北大概是覺得說 好像數量是減下來了 可是多點開花 是今天台灣要面對的一個新的挑戰 所以大家都應該像高雄一樣 要把它迅速 而且明確的把火種給滅掉 今天出來其實有幾個情況 屏東內埔 是一個新北的去那邊看小兒子 結果看到小兒子 他是二一二二利 就想說他去看小兒子 所以他從這邊已經在台北這邊 新北這邊確診了 但是他也不知道 因為這次的時候 在前面潛伏期的時候沒有感覺 去做看小兒子 在內埔屏東那邊也一個多了 然後他去那邊之後 住在那邊 而且又騎腳踏車 又坐公車 當然現在台灣的習慣是 希望大家都有戴口罩 屏東就出來了 然後再過來 其實雲林本來是林雀省的 也多了一個出來 也是移動的 但是另外一個東西 其實今天會大家也心裡 比較我認識的人裡面 比較在乎的是新竹 新竹竹科的一個人力外包商 也中了 而且中了以後 現在是匡列他八個人 然後他又是去萬華兩次以上 但是如果是新竹竹科 這件事情對我們來講 就不只是疫情的壓力 那個東西就給我們的壓力 就更大了 所以我是說其實現在狀況是什麼 而且今天有個狀況是 我們今天的本土案例 首次五百多天來多於境外 我們今天的本土已經 因為今天的狀況 整個本土多於境外 這對我們來講 都是一個過去五百多天 我們所守的壓力都沒有 而且今天又三十七個學生 是確診的 所以今天要 所以今天有一件事情 是拜託全台灣 除了雙北之外 全台灣都要做一件事情 不要移動 千萬不要移動 三十七個學生確診了 因為三十七個學生確診 所以教育部今天也宣布了一件事情 從立刻就開始停止勤課 各級學校 各級學校為什麼 因為學生的活動力最強 而且學生的彼此之間的防護意識 越年輕的 越沒有防護意識 然後就這樣一個狀況 所以我是覺得說今天這個狀況裡面 我們當然希望大家把它控制下來 然後另外一個方法是 只有在這邊呼籲不要移動 千萬不要移動 因為有很多時候 就剛剛講那些醫院裡面 那些狀況 你說真的要去怪他們 就像那和平醫院 都不知道情況 然後不知道情況之後 事後再去 那以後再說 可是現在的東西是 因為它是潛伏的 已經爆發很快 所以千千萬萬不要移動 有很多人開始逃回南部 逃回宜蘭 我是覺得此時此刻不要移動 我是對國家最好的幫助 總委員 據說你們屏東已經有人染疫了 也不是屏東染疫 是在台北這裡染疫 走去到我們屏東 不然我們屏東實在是 本地到現在來說 疫情是 是不受到多次的干擾 全國各地你看 這麼多地方一直在塞塞塞 塞出來以後一定會越來越緊張 但是這緊張 你怎麼緊張也不好 所以有時候我看到 雙北市長大家出來 發到很有魄力 但重點就是說 每一個人 我覺得應該要先 呼籲每一個人要先做 你譬如說 你如果要雙北走 你走到哪裡 跪到哪裡 也都不知道 我們現在在討論 我看今天的記者會 看一個很恐怖的地方 就是萬華 萬華現在變成標籤 我們前幾天你說宜蘭 那個遊樂場 我現在怎麼知道 每天都有遊覽車 因為萬華再起到宜蘭 在做什麼 擲轎 所以我們現在一直在說 萬華 我們剛才開始說 因為遊樂場擲轎 擲轎 我們現在說的是 阿公店 阿公店這個 黑白走 現在連阿公店 這個 總共有多少人 我今天就跟 打去那個 去問那些警察 我們的基層的警察 我說 現在那個人 走到你們 有辦法掌控嗎 他說那要怎麼掌控 那有的 便宜師 他就黑白走 喝了 有的洗了 就開始說 沒有再跟香醬 所以只有在這裡流竄 流竄了 現在 萬華這裡 或是台北市的 都沒有 沒有不對 但是呢 越煩惱的一項就是 早會放下去 他們那本地就不一定要有點 他們那本地是你給我 我也可以去 所以這個部分 我反而會覺得 像今天 雖然數字降下來了 這個是一件好事 但是皮如果沒點這樣 一天不能代表什麼 一天真的沒辦法 而且這只是快篩而已 這只是PCR而已 所以這個是不是可以代表說 檢查醫師 不是陽性的陰性的 這樣就安全 沒有 這皮不得到這樣 比方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給大家報告 不要小看 板橋 看起來我們好像只有幾十個病例 板橋今天的快篩 那個快篩陽性5% 快篩陽性5% 那房間5% 你覺得如果中和送個快篩站會怎樣 我們根本就不曉得 就多少多少證潛層在社區裡面 但是我們並不知道 今天彰化快篩 也抓出了二十二個確診陽性 所以這個等一下回來 我們繼續討論 來先休息進廣告 我們綠電就是統一會在那個點消毒 萬華篩檢站還有化學兵進駐進行大消毒 指揮中心公布萬華區篩檢狀況 第一天陽性率達11% 第二天9.7% 第三天10% 第四天降到7.9% 雖然數字有在往下掉 但指揮官陳時中強調 不要樂觀散在 一天的上下不足以代表疫情的控制 這裡面有一些時間差的問題等等 我們不會這樣的一個樂觀來看這個事情 陽性率上降 但並不代表疫情受到控制 甘達強調 因為這數字只在於台北萬華區 至於其他地點還是危險又有區 周二指揮中心公布 新增240例本土個案 雖然照前一天333例本土個案少了許多 但專家強調 這可能是採檢速度少於傳播速度 看起來測診數才會比較少 加上因為沒有全面補篩 現在看R0值 恐怕也無法當成正確依據 雖然確診數量減少 但疫情仍然嚴峻 還是要嚴陣一半 好 那麼真是萬萬沒想到 高雄人會醫院 說為什麼這個醫護人員會這個確診呢 因為他們在排隊的時候 他剛好就排在這個行政人員的前面 在他的前面 說 護理師轉速有一次排隊的時候 在醫院有進行健康檢查的時候 他剛好排在這個人的前面 這樣就得了 所以這個防護措施跟這個社交距離 為什麼要保持就是這麼重要的原因 那麼我想請教一下這個彥宏兄 是 這個你已經看到今天公佈的數字 你會有什麼樣的擔憂嗎 你看到的數字是什麼 OK 我現在看到數字是包含那個衛服部 指揮中心他們有提到說有五十例 目前是所謂的不確定他的感染源的 其實他們講說他們基因定序 應該是屬於英國變種病毒 但是這些不明的病 我也沒辦法確定他的感染源的這些人 當然他們現在已經開始做所謂的匡列 所謂的疫調 可是在這個疫調過程中 因為你的疫調需要一點時間 而且你可能確實或不確實 能夠疫調清楚 所以他具備有這五十個人在不確定的 因為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可能被感染 他可能也只是一個無症狀感染者 所以他可以再感染到下一波 下一個他接觸的人的時候 下一波可能在這個時間點 他已經正在發生了 從現在的開始 當下的十四天是一個非常關鍵時期 這個關鍵時期是說這五十個感染源 後面的疫調做得非常確實 如果做得不確實 他的確我們沒有辦法匡列可能的嫌疑者 這個東西他可能再往下第二個的感染波下去 所以這個我才講十四天裡面 如果我們的本土安利一樣維持 所謂的兩百三百這樣的一個趨勢 而且他有不同地區的擴散的時候 就我們就開始要擔心 這個所謂的一個失控的概念 彥龍兄擔心的就是那個 每天公布都有幾十個感染源不明 那個部分 是的 那你你這個戴的口罩跟我們不一樣 你是N95 N85 N85對 所謂N85就是進化率 N95就是進化率九十五Percent N85就是八十五Percent 我這邊給一個科普的一個小嘗試 我剛剛一直有強調所謂氣溶膠 氣溶膠其實大概是三十到六十奈米 奈米等級的一個大小的顆粒 他會附著那個病毒的顆粒 然後隨著氣溶膠 他有點像飛沫傳染 但是這個飛沫又比較遠 但是他不具備像空氣傳染 這麼樣的遠 所以才會有一個空間上的一個限制 然後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現在已經知道說 我們現在戴著這層口罩的時候 如果目前的醫療口罩 大概有七十Percent的進化率 就是說可以阻擋病毒的顆粒 比如看到他還是二十Percent 左右的病毒顆粒的一個傳遞 這是為什麼剛剛有提到 我們只是排在前面 做體檢的動作的時候 我已經被感染了 他我相信那些醫護人員 他也戴有口罩 但是他還是被感染 所以在告訴我們不能夠等協四字的原因 是在我們的這個口罩的房屋率 還是有一定的限制的 你對高端的瞭解 我們小英總統工七月底會出來嘛 是 那高端的副作用怎麼樣 目前他在整個包含龍種或者是三種 這邊的還有中國醫藥大學 目前的結果顯示 二期臨床試驗的副作用 遠低於目前三種外來的一個的疫苗 包含Messenger RNA 跟我們的那個AZ疫苗 那所以副作用本身的確是比較低 如果你測試的包含英國變種病毒等等 這三種疫苗包含我們國產疫苗都有效 最後有一個我要講期待 因為現在其實已經在高端疫苗 已經有提了另外一個protocol 就是要打第三劑 就是我們希望在增強我們的免疫防護力 能夠達到至少八成以上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目前也正在已經跟衛福部已經申請 打算開始執行 所以你說如果高端的話要打三劑嗎 沒有這個是他們理論上打兩劑就夠了 但是如果我們有餘力的話 會繼續同時來測試說 第三劑的效果是不是更好 好 那所以你的結論是高端的副作用 比AZ疫苗低 是 也比輝瑞低 是 也比莫德納低 是 低多少 目前統計的話 大概像我們一般所謂的嚴重的不良反應的話 他們目前打在兩千人裡面 目前是零 沒有看到 之前每個打過像我們這種打過AZ疫苗 幾乎這個十個裡面有八個都哀哀叫 但當初他們去參加高端這個疫苗 臨床試驗的人 因為他們不能知道自己打的是藥 這個疫苗還是打的是這個 就是這個安慰劑 安慰劑 就每一個人回家之後 都覺得自己打到安慰劑 因為沒有什麼感覺 所以可能那麼多人打到安慰劑嘛 所以他們的副作用當然是稍微低一點 那只是說我剛剛一直忍著 我一直很想要跟觀眾朋友講 萬華這兩個名詞已是過去式 如果現在我們還要用萬華這兩個字來定義 是不是危險族群 那你就大錯得錯了 你可以看到我們像剛剛在講停課 中小學一直到幼兒園都停課 請問幼兒園的小孩或小學小孩去 跟萬華有什麼關係 當然是沒有關聯 所以現在任何人都是病人的危險族群 你自己有可能得 你根本不曉得 尤其是兒童 我今天特別要提醒這件事情 為什麼要關學校 是因為年輕的小孩 他得了不見得會有症狀 那今天他把這個病毒帶回家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是病人 然後阿公阿嬤一爆 阿公阿嬤就重症 所以我今天要兩個提 就是這件事情 要給大家兩個提醒 第一個就是停課的原因 是為了保護我們家的長者 如果今天我們不停課 阿公阿嬤真的沒有辦法見小孩 第二個 等到未來小孩回去上學了 阿公阿嬤也有新的疫苗已經進來了 趕快去打 不然小孩在那邊學校 帶了病毒回來 阿公阿嬤真的 你不應該去碰你的孫子孫女 這個是多難過的事情 所以這是我兩件提醒 那另外我們現在也不是只要顧外面的病人 所以醫療院所為什麼現在會變得好像 很多很管理很嚴格 我現在在這個臺北的醫院是 基本上你必須要快篩 或者是PCR陰性 你才能夠進到這個醫療的空間當中 而已經在住院的病人 也都全部樓層通通都塞過一遍 確保目前正在住院的病人 是身上是沒有病毒的 所以這件事情就已經跟萬華 或是哪一個區區沒有關係 我們把每一個人都當作可能感染者 這才是我們最後要保存醫療最後的底線 我覺得黃醫師剛剛提到一個很重要 就是說因為我們現在全國都停課了 那很多小學生是幼稚園小朋友 他在家裡爸爸媽媽 我剛剛講過為什麼他們要停課 因為怕他們感染給老人家 可是這些小朋友在家裡 如果爸媽媽都在上班 那還是阿公阿嬤看 所以我覺得現在阿公阿嬤 因為你不可能讓一個幼稚園小孩 一根在家裡 其實這個其實我們目前看 現在的這個肺炎 小朋友其實感染機率是比較低 反而是老人家 所以小朋友基本上還比較OK 但是問題是你這樣的病毒 阿公阿嬤會感染到 第二個 今天想要三十七個學生 今天有三十七個學生確診 因為我的瞭解 現在我們都大學都已經是停課了 線上教學 很多在北部的大學生 是回到南部去的 南部的 就是不要移動 南部的爸爸媽媽說 跟你回來啦 台北很危險 我們南部比較安全 大學生說 因為今天十九號 他停到二十八有十天 而且其實現在大學都已經 可能都要停到學期末了 所以很多學生其實行李都打好 是 就乾脆回家 提早放暑假 那這些大學生 他在臺北 你不曉得他有沒有 他回到南部去 那可能 所以我覺得南部 現在從北部回到南部的這些家長 特別小心 那我再請教一下彥鴻兄 是 因為臺灣現在染疫的這些人 都是英國變種病毒嗎 沒有 其實目前以之前的感染者都不是英國變種病毒 應該是從諾富特開始之後直接帶進來 當然他裡面是不是有潛藏一些機師 之前其實有感染 我們不確定 但是至少官方目前發布的是從四月中旬以後 諾富特事件爆發以後開始的 所以呢 那目前那當然接下來 後續這波的疫情其實百分之八十以上 都是那個英國變種病毒 對 所以這也是告訴我們 其實英國變種病毒的一個特性 跟我們一年半以前 所對應的武漢肺炎病毒 他的整個所謂的那個病毒行為學 完全的不太一樣 至少他的感染力就是增加了六十Percent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防疫距離的話 就是說那個那個防疫有效距離的話 距離兩公尺比較保險 是的 是的 那我們現在臺灣還沒有印度變種病毒 不過好像印度變種病毒更兇嗎 有有有 其實我們現在有印度的變種病毒 這一次從那個臺幹 就是我們的臺商 從印度裡面撤退回來的 包含鴻海等等這些公司 至少其實衛福部其實已經有發布 事實上有三例是帶有印度變種病毒的 對 那唯一的是我們很幸運的是 在我們的邊境的部分就已經檢測到 所以藍組他並沒有進入到我們的社區 直接進到隔離病房去了 那印度變種病毒有多兇 好 那我這地方有提個稍微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有個紅色區塊 這個紅色區塊就是所有英國變種病毒裡面 在這個地方 這紅色區塊是一般來講是我們接受體 跟病毒感染的一個區塊 接受的位置 那其中你可以看到 那個印度的變種病毒在下面這裡 對不起 在這裡 你可以看到整個突變率的話來講 到了印度的變種病毒裡面來講的話 他的整個紅色區塊變動的變動得更多了 那這個印度變種病毒已經知道 英國牛津大學研究已經顯示 目前所有的疫苗包含messenger RNA 包含A字疫苗包含次單位蛋白疫苗 對於印度變種病毒的保護力都下降到只剩四分之一 所以你可以想見到這個東西 是不是要有第二代的疫苗來取代 來針對這個印度變種病毒 這是第一個概念 第二個概念已經開始啟動 要不要打第三劑 因為假設剛剛講抗體力加五百 降了四分之一的時候一百二十五 一百二十五大概接近有點保護 又沒有保護 所以我們打第三劑進去的時候 希望把一百二十五的抗體抑價 再往上提升到兩百三百 所以現在是目前國際間的藥廠 目前正在做的 好 非常謝謝燕洪兄 那麼等一下我們來關心萬華 因為萬華按照今天童仲彥 他講說其實還有人在那裡 女生在拉客 外籍的這些女生 那麼而且他們回去住在四個人 幾一間小套房 換句話說染疫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那另外是這個鍾小平議員也說 萬華有四百到五百位 用看護名義進來的女性都在從事性交易 現在他們怕被找到 所以已經串逃到這個中南部去了 所以這樣的情況下對台灣來講是非常大的挑戰 那這個事情該怎麼辦 郵局的這一個員工去萬華快樂 有兩群現在也已經確診了 來 我們等一下回來繼續討論 先休息進廣告